那我们今天到第15章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围绕理论 第一节是我们推导公式的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Harmintone 原先这个Harmintone 我们已经有解了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爱跟威脸跟爱跟方形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它有解了 那我们真正的Harmintone 那我们有一个 这是原先的Harmintone 这是新的围绕像 那围绕像是跟时间有关的 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讲跟时间无关的围绕的话 是没有跟不随时间变化的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你多了这一项以后 多了这一项以后 波函数会受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解写的认识的equation 那这时候我们的波函数 我们就要用原先的 跟原先的认识的equation 要包括时间部分 因为现在是跟时间有关了 因为我们围绕跟时间有关 我们在讲那跟时间无关的围绕的时候 我们直接怎么样 我们直接用那个跟时间无关的 shoulding equation 但现在因为跟时间有关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 用原先的那个shoulding equation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shoulding equation 那我讲过很多次 因为 这是完整集合 对啊 这是完整集合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的破完数 破完数跟时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写 小一小 这个怎么来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以前跟时间无关那个 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时间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关系 让你加上 你用现在符号也可以 那还记得 因为它是完整集合 再t等于0 这是以前我们的解 对不对 以前我们怎么样找时间函数 对 就是我们乘上什么 cn 然后i怎么样 i 然后 1 对不对 10 h bar 然后再 是不是以前我们这样做的 对不对 但现在呢 有 现在问题来的 我们以前做这个 是跟 我们的那个 很多是跟时间无关的 但现在我们变成 跟时间有关 所以我们时间要放到哪里 这展开是要 这个要变成什么 要变成跟时间有关的 这样会的吗 以前我们在做这个时候 这是 细数是跟时间无关的 小不小我讲的意思 以前是 但现在因为 因为有这个时间的围绕 有这个时间的围绕 有这个时间的围绕 所以这个细数变成跟什么 变成跟时间有关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计数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计数 这样知道意思了 以前是跟时间有关 所以这是一个常数 这是常数 但现在要跟时间有关 所以我们变成跟时间有关 那我们把这个带到那个 带到那个 带到Sero Densi Equation 我们就得到 OK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计数 那这边因为 这边是 如果是 里面书上是用那个 是用DT 是用全微分 那当然全微分 如果是这次 跟时间有关的 跟位置有关的话 当然用全微分 但这次跟位置有关的 所以我还是用Long 那下一步 我们的时间对着做微分 我们就得到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是这个的时间微分 所以 这一项是对着微分 这一项是对着微分 这样知道 好 然后 下面呢 下面 下面 下面这是 这个 这用到 对不对 这个作用到他 就是我把它圈圈 我就得到什么 好 这个作用到他 就得到 得到这 像这意思 是 那这边 这我改成D 因为这是 只有时间函数 对不对 这细是只有时间 所以我改成 从这个Long 我改成D 那我们来比较上面跟下面 这一项跟这一项 刚好怎么样 刚好消掉了 这一项 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到最后两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 所以我们就 所以就是这样 好 我们就得到这里 都抄好没有 好 然后我们得到 好 好 我们乘上这个 然后再 当然是做积分 好 乘上这个破函数 然后再做积分 好 好 所以就写在这边了 所以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这边 这边 这边是没有任何算符 没有operator 所以直接承让这边 那这边 因为这个 这是算符 这是算符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写在这边 不能写在里头 那你知道这是等什么 这是等什么 等对 等对他 好 所以左边 左边对Nsum 就剩下一个M而已 好 所以我就写到那边去了 也好 我们就得到这四指 有没有问题 因为孙子 是有问题的 OK好 那我们看看 我们现在 就把这一项 把它呈到这边来 把它拌到右边去 所以我们就得到 然后这个 其实 我们就要写好了 好 就这一项 好 就这一项 我们把它呈到右边来 好 就得到 我们就得到这个 好 所以我们下一步 我们下一步就要解这个怎么样 解这一组函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些 这个文化方式 那么下一步要解 当然这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 看M M从E开头 我们每个都要解 我们在做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 当然是我们叫做低阶理论 低阶理论 就是说 我们在 我们这样设 就是 在T等于0 我们把我们的问题简化 把我们的问题简化 在某个时刻 只有在某个状态 在T等于0时刻 好 就只有在K state 好 这里就是说 在 好 就是说在 T等于0时刻 这细数怎么样 只有N等于K的时候怎么样 细数才等于1 其他都是0 也就是没有其他状态 好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 经过其他时间以后 这是起始状态 对不对 从起始状态 然后怎么要牵到别的状态 我们要知道它要牵 要牵 我们要知道两个 最主要我们要知道 要牵后蓝率 就是从这起现的状态 对不对 然后要牵到其他状态 那的后蓝率 这是我们最后要求的 OK 那还记得我们要求 我们求后蓝率要求什么 我们说 我们说在某个状态的后蓝率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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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要做这个 把西安找出来 然后做第一阶进士 什么叫第一阶进士 我们不是有这个展开式吗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这个展开式吗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系数 把这个系数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射成零 这是我们通常用解法 我们先把它射成零 然后不是解出 拍出来吗 然后再待会解出 这是第一阶 我们再解一些 那个 其实你们以后学那个 非线性文方式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这种解法 非线性文方式通常很难解的 那我先告诉 这是第一阶的 什么叫第二阶 解不解 这是第一阶嘛 对不对 Post Order 对吧 第二阶什么叫第二阶 第二阶解法是什么 我们不是从这个 然后不是解出 解出CN 不是 我们带进 带到这边来 对不对 我先把这个式子写下来 这K在这里 我们只有K这一项而已 因为这个 N等K的时候才等于1 其他都是0 所以只有N等于K这一项才有 其他都是0 我再写一下 这样清楚吧 那我再问刚刚那个问题 什么叫第二阶 我刚刚说这是第一阶的解法嘛 对不对 什么叫做第二阶或者更高次的 就是说 我们这边不是维吾方式吗 我们把这个维吾方式解出来 不是解出这个出来吗 有没有 就解 我们不是解这个维吾方式 可以得到这个吗 是不是 我们解这个维吾方式 得到这个 再把这个带回去 带到这边来 再解一次 这叫第二阶 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第一阶我把它射成点 对不对 我这个不是解出这个出来吗 我解这个维吾方式嘛 对不对 我解出来以后 再带回去这里 然后再解 这叫第二阶了 知道 想不想我讲的意思 没有 这解出来不是等0的 等一下我们解出来要知道 反正我们有这个维吾方式 可以解释这个出来嘛 对不对 那再把这个带回去 带回去这里 然后再解新的 这叫第二阶的 或者 那通常我们这个理论 我们这个理论 只解到第一阶而已 我再讲一次 我们使用这个理论 对不对 围绕理论 我们只解第一阶而已 所以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禁事的解法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维吾方式解出来 对啊 这 小不小怎么解这个维吾方式 这个维吾方式 你就把它积分嘛 这积分出来 就等得到CN了嘛 对对 那在右边再积分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 好 这是我们的解 好 就两边积分了 好 就左右 这等次左右 两边积分 就这样而已 然后我们再把Ih bar 把Ih bar 除过来 那Om这个系数 好 就是我们把这个Om就是等于 1 Om就是 其实就是脚频率 就这两个能量差 就这里 就能量差 好 然后除以H bar 就是Om 好 好 所以你如果做到这个函数 如果做到这个时间函数 你就可以做怎么样 就可以做这个积分了 做这个积分 你就得到这个解 这样会吗 好 这是第一解 然后你再把这个解 再带回去这边 带回去这边 然后再解这个维吾方式 就变成第二解了 好 那我们通常解那个 非线性的维吾方式 我们常常用这种 用这种方式解 好 那下一步我们要 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啊 怎么样 哪一个 Sigma 哪一个Sigma N 三边选N 没有啊 这边 对不对 好 只有K其他都是0 我这样知道 好 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下一步要得到就是说 经过在T时刻 T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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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状态 在T时刻 在FyM这个状态的后蓝率 那我们常常讲 比照 就起来这边 就是这个展开细数的什么 展开细数的绝对值平方 所以 P 然后K 起先是在K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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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牵到M状态 的后蓝率 降会 降会了吗 OK 但是换的就是什么 就是CM 好 那我们把这个 这次把这个带进来 你就得到 你们书上 你们书上 我稍微提醒 你们书上这是用N 你们书上是用N 不过N跟M 只是一个代表符号而已 不过这样写比较完 你们书上就没有这个K 不过这样写比较好 这样写比较好 因为什么要 因为这边是M 有包括K的 这样写什么 跟K有关 所以比较好的写法 是这样写 书上只有写一个N而已 那我真的写法就是 从K状态 从K状态 要牵到M状态 的后蓝率 当然这也是时间函数 它是随时间在做变化的 有没有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 所以你如果知道 知道这围绕 对不对 你如果知道围绕的话 你就可以做这积分 做这积分 然后得到什么 得到我们的答案 那底下我们 我们还要知道 书上我举个例子的 这是 我们书上的例子 书上的例子 书上的例子是这样 好 我们有个弹房 其实有个简学运动 一个弹房 然后这边有个 这边呢是 这指点是有 它有个带正电Q 那我们加什么 加一个电场 我们加个电场 对 然后加个电场 以后Q当然受到力量 对不对 受到电场力量 但这电场 电场是随时间变化的 电场是这样 这个电场是一个高速函数 这个高速函数 高速函数 就是一个常数 一个常数 然后乘上一个高速函数 其实就是一个脉坡 那我们现在要定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 那个围绕像怎么写 等一下我这 对不起 这边 应该写在X方向 就不用写了 这是X方向而已 因为这一度空间 那我们看 正能量怎么算 我们知道 这指点在电场中的 说的力量是多少 Q 然后电场 对不对 电场 然后E 我先写力量 力量是等Q 然后E 对不对 还是力量对不对 OK 那 位能呢 能量呢 不要忘了 这跟位置无关 所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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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等于多少 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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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写好了 F是等于负的 如果三度空间的话 一度空间呢 这是 一D呢 等于负的是多少 所以 V是等于负的什么 F的积分 那其实你的积分很简单嘛 对 所以V等于多少 负的 负的 这样知道怎么来 所以如果照 如果照这样的话 变成负的Q E X 对不对 不过这个负号我们可以去掉 因为 因为负号决定我们这个方向 我们取反方向的话 就负号去掉 事实上 事实上没有负号 不过这没关系 因为负号决定 我这个电场的方向 我电场 电场如果取负的X的方向的话 就是变成正的 这样知道 所以我就把 我就把那个 我这样写好了 负的 然后这边正的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我这边写成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好像你们自己在教队 你们在自己 这应该很简单 好 这是书上给你的公司 这书上告诉你的V是等着 好 那我刚刚是告诉你 这个V怎么来的 好 这样清楚了 OK 那我们有这个V以后 我们下一步怎么样 下一步要带到做这个积分了 OK 好 不过你们书上又 又跟 你们书上的 用的例子又跟这个不一样了 因为它 我们刚刚这是从顶开头 对不对 我们刚刚这是从顶开头 书上是从负无限大开头 不过这应该可以联想到 联想成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T等于你我改成 这个例子 你书上这个例子 是把T等于你改成T等于负的无限大 对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负的无限大 好 就是 T在负无限大 也就很远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它是在怎么样 在那个基态 这个谈访 这简学运动是在基态 那这我们公司要换成什么 我们原先从T等于 我们原先从T等于 你积分嘛 对不对 积分到T 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积分到哪里 对 从负的无限大 积分到T 这样会的吗 一样的啦 那OmegaN 我把右边那个式子 把M换成N 我把 好像这是 这符号我可以任意用的 就右边那个式子 我把那个M 把M换成N 那你数上 数上就都是用N 来 我们看这个等到多少 等于是E E0 N 減掉 对不对 对简学运动来 对简学运动来说 这1N等多少 等于 N加上二分之一 对不对 H8Omega 是不是 然后再减掉 基态呢 基态是多少 对 二分之一H8 那Omega等多少 来 你们告诉我 Omega等多少 应该都会 我们常常用到 K 至于Reduce Mass 然后再那个 立场数 对不起 这K跟K不一样 我们这边有K 应该知道这K是什么 是立场数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右边写的那个整数K 你们自己 应该知道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消掉 所以变成多少 变成NOmega 所以我这次就改写成这样子 所以我这次就改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都该会了 好 我们变成这个K分 好 这个跟时间无关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提出来 不是写在K分的外头 好 所以这边剩下两部 一部分是这个 一部分是这个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先做这个时间积分 好 我把答案写在这里 好 是这个积分 好 我们把那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样 叫什么样的函数 这是高速函数 这是高速函数 对不对 你只要T T 我这边是条件 当T 如果时间比T 大很多的时候 这个积分就趋近怎么样 跟无限大事一样的 因为高速函数降得非常快 这是T T是这一段 T是这一段 所以你如果T在这里 所以 这个积分已经怎么样 已经降成0了 好 所以从我的积分可以延伸到怎么样 跟积分到无限大事一样的 这样坚持吗 OK 好 所以如果T在这边的话 好 就可以怎么样 就等于是跟积分到无限大事一样 好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积分就可以积了 OK 有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要做这个积分可以这样做 你先 好 我让改变符号 这变成负的Eta平方 OK 好 然后这样的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 好 你经过这个转换 其实等于是高速函数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是等于这 好 这个积分出来的结果 好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这个答案 好 好 我们把时间积分出来的话 最后得到这个答案 好 都抄了没有 好 好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就要讨论这 这已经有结果了 这已经有结果了 对吧 剩下讨论这 好